文章来源 古语星球 高中进入 拿到上海市重点最高荣耀的四校之一的录取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 当时成绩是全班第二的我 却选择了从这所无数人挤破头响尽的学校里休学 身边的人都无比震惊 近一年的时间里 我也不止一次再想 为什么休学的会是我 四校是上海中学 华师大二副中 复旦副中 交大副中 是国内顶尖教育资源的代表 你尽力就好 我从小就是乖孩子 或者换句话说 一个极易被塑形的孩子 大人说的话 我只要一次便牢牢记在心里 并以此良规评判自己与世界 别人说哪个学校好 我就去考 别人说那个比赛好 我就去参加 别人说考第一很好 我就努力考第一 脑海里这些大人的声音 让我成了比同龄人都自律的孩子 很多人说休学的家庭父母很强迫 但我却有一个很令人羡慕的母亲 他很聪明 一直能帮助我的学业 偶尔才会补课 他好像并不在意成绩 永远不会在我考试不好的时候骂我 他思想开明 我们俩到初中都无话不谈 就连我玩游戏玩到头晕 和妈妈哭诉 他也笑着安慰我 说我这么小就有罪恶感是件好事 只要想改 就一定能改得掉 而当身边人都说我很聪明时 父母会告诫我不能骄傲 聪明没有用 要更加努力 他能把期许中的一个理想模型 用我能理解并信服的方式告诉我 并带动着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久而久之 他们声音被我渐渐的内化 我已经习惯性的鞭策自己聪明有什么用 只有聪明加努力才能再上一层楼 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大考也从未调出过年级前三 进入初中 身边出现了很多考四校的声音 这是所有体制内学霸都想进了学校 虽然我没有什么概念 但这反正这是大人眼中高大上的名校 如果我能进 会不会说明我很厉害 但谁都知道 四校并不好记 父母老师先亮出棍棒 你在这里的成绩在全上海算不了什么 想要考四校 就要做到中考万无一失 然后再给几颗糖果 你的智商已经够高了 再努力一点 肯定能行 你尽力就好 尽力了就不会后悔 客观的来看 我已经是一个相较于同龄人更为自律 学习成绩遥遥领先的孩子了 稍稍端正态度 便能前往全上海那极所顶尖的学府 但我无法理解的是 何为尽力就好 拼出多大的力气 算是尽力 是不是但凡有一次松懈 都是不尽力呢 如果说高一休学时的 我是一幢开始倾斜的大楼 那么中考前这栋楼已经开始出现小小的裂缝 而我和父母谁都没有察觉到 进入青春期 我明显感觉电子产品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但我心里还深深地唠着大人说的手机万恶论 每当手机看得停不下来的时候 总是种撕裂的感觉 而且 父母训出我弟弟时 总是会搬出我来做榜样 当我躲在房间里偷偷看手机的时候 母亲会说 你看看你哥哥 现在还在房间里认真学习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还没准备好 便被赋予了这个年龄 不该承受的信任 初三下学期 我经常陷入很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滋控力不好 上网看东看西 一方面被愧疚感紧紧包裹 因为重复训练知识点基本都掌握了 但我却不断自我苛责 哪怕成绩丝毫没有退步 我也不安心 只是觉得自己运气好 找母亲倾诉自己的焦虑成为了我的常态 她给我的回复无非两种 每次都过来找我哭 结果你自己还是改不了 父母不可能管你一辈子 你已经大了 要学会自己管理 有时候她加紧了对我的管理 我却渐渐不乐意了起来 大吵一场收尾 她再撂下一句话 管你又不行 不管你又不行 你到底要怎样 毋庸置疑 跟大多数中国家长比起来 我的妈妈就是我心中全天下最好的妈妈了 虽然我现在知道 她并没有做到将我的人生与她的人生进行课题分离 没有肯定我存在本身的价值 与我之间形成的是靠着表扬维系的纵向关系 临近中考那段时间 我弟弟生了一场病 母亲为此忙得焦头烂额 在她看来 自律的我就应该把世事都处理好 这么一个成熟的孩子应该有能力自己调整 而我同学们的家长能帮他们抄笔记 抄错题 能陪他们写作业 这次轮到我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中考完了 我考上了复担复中 实现了四孝梦 也成为别人眼里一个不需要父母管的 自律上名校的别人家的小孩 内卷下的两大病症 然而我的开心只持续了一天 随之而来的对自己没有考到最好的自责 分数被之前年级第二超越的部分 愤恨自己为什么不努力 以及即将去到被妖魔化眷校的焦虑 别人都是从小卷到大的 而我是从别人眼中佛系学校的快乐教育上来的 我拿什么和他们比 果然 高中上来几次小考 我考得并不理想 但我的拼记上来了 聪明加努力 在其中考取得了班级第二的名字 在复旦复中的日子非常开心 一群关系很好的同学 有趣又负责任的老师 都说名校是非常松弛的 活动特别多 我也积极参与 一切都向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没能在意一些小小的征兆 从题海里抬起头来 我发现错过了语文课上很有意思的哲学探讨 心里有些烦闷 开着大会时 看到半片场馆的人都在低着头写作业 冒出一丝无力感 路过走廊 看着高考词汇不离手 成绩却不及我的同学 莫名生起一股恨意 临近考试 本应该加紧复习的我 每坐到书桌前 就不由自主地窃进视频网站 一遍遍念叨着 别看了 却停不下手上的动作 终于从无休止的短视频里脱离开来 心中的罪恶感 也让我再没心情写作业 此时的父母带弟弟正在云南旅游 我越想越气 就把对自己的不满 转为对远走高飞的他们的恨 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我负能量的短戏轰炸 妈妈也觉得不对了 回来后第一次为我请了心理咨询师 但由于当时的情况只能在线上见面 情绪只能稍稍被缓解 但随之便迎来了第二次大考 我的排名不减反增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随着我后来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 我意识到当时身体里的本我和超我在打架 本我得意忘形地说 我到这个高中还能拿到全班第二 我就是这么厉害 一个超我却说 我烂透了 我这个假期疯狂百烂的坏孩子 凭什么能获得一个我不配的分数 我担心只要一次疏忽 这个环境就能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部夺走 后来我在一本书看到受到内卷潮流影响的孩子 总会伴随着两大困扰 闲不下来 盲目攀比 这就是我的现状 我的前面还有一百多个人遥遥领先 来自实验班 跟他们比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我的后面还有三百多个人虎视眈眈 也许他们成绩不如我 但是各方面比我强的大有人在 这位已经开始玉玺有机化学了 那位每天晚上都以写随笔为乐 甚至连篮球水平都被我纳入了人与人评判标准 阿德勒曾提到 到达理想状态 需要做到三件事 自我接纳 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 三者都是互相的前提 然而 我却不由自主地带着敌意审视着同学 因他人的成就感到焦虑 根本不可能做到 接纳在各方面不如他人的自己 并且认为自己的存在是在为他人做出贡献 刷手机到凌晨四点的深夜 为了追求我心中 未跟自己对比不断设立的标杆 高一下学期处我异常亢奋 说一件事 大家就明白了 除了努力学习外 回宿舍后 我还近乎强迫地 让自己跟随室友的脚步来写随笔 别人都能做 为什么我不行 现在想来 我是喜欢写字 但当时的亢奋 却把我的热情 推到了一个虚假的高度 包裹着焦虑的亢奋 像是回光返照一样 直到有一天 一切戛然而止 先是错题本的进度 怎么也跟不上 有灵感 也不想往随笔本上写 带着周五 就做完大半的作业回到家里 书包却到周日晚返校 才被再次打开 一天又一天 我就是躺到床上 想让自己再看一回书 任由手指 在屏幕上机械性的重复滑动 直至深夜 记得有一天 我刷手机到了凌晨四点 我抱着手机 拨到还亮着灯的厕所隔间里 给母亲一遍又一遍的打着电话 电话接通了 我哭着倾诉这一段时间的各种担忧 这一次他没再像之前一样 而只是听着 安慰着 告诉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只此莫若母 他也许比我先知道 那个时刻总会到来 我的修学历程 可以被概括为 寻找归属感 在被讨厌的勇气 阿德勒把理想的生活状态 定义为共同体感觉 在一个集体中 找到自己的归属 确信自己为这个集体 做出了贡献 很多时候 一个人过分对看重在一个集体中找价值 以至于一旦丧失这个集体的身份 他便只能回缩回更小的集体 却看不到自己在更大的集体中 仍存在着价值 修学回家的我正是如此 离开了从小到大 以以为傲的成绩 我找不到自己还剩下什么 我先是打游戏 电子屏幕里的我 是踏上征服魔王之路的勇者 我构筑起了一个又一个虚拟的关系 逐渐获得了在现实中失去的一切 我仿佛找回了归属感 可通关了游戏的那一刹那 我的所有身份被剥夺了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无缝衔接到下一款游戏当中 这却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于是我往更现实的方向 做出了探索 以前的我对动漫感兴趣 现在终于有了时间 隔三差五的网话室里跑 想要精进篮球水平 于是请了个篮球教练 每天一对一的在烈日下挥洒汗水 恢复了些许能量 我向父母提出了找家校的请求 父母喜出望外 很快便凑齐了数理化三科的老师 老师们告诉我 如果想要在期末考试前回到学校 应该做到怎样的进度 才不至于落下太多 我学了大概两周时间 自己觉得好像没那么空虚 老师觉得进度顺利 自然 父母觉得是时候结束休学了 一天回家 父母告诉我 他们去过了学校 学校老师的大致意思便是 行为改变观念 如果只是待在家里不寻求改变 那么永远无法行动 就是来学校 每天以泪洗面 也得来 然而 临近返校 我开始整宿睡不着觉 同学会怎么看我 成绩是否跟得上 压力会不会特别大 父母说不要求你的成绩 只要你回去就行 但在当时的我看来 是一码事 返校前一天晚上 我崩溃了 我还记得 当时泪眼朦胧里说的一些话 我明明已经自己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美梦 你们却一定要把我叫醒 具体的美梦是什么 我已经难以言喻 也许是我能靠画画成为自由职业者 也许是我能靠着家教一路到高考 醒来的我却发现 只要我在这个社会里 我逃不开内卷 不论是各种兴趣课 还是家教 都是在向这所击败我的学校 证明自己还能行 我的底层逻辑还是在攀比 我逃不开这个循环 难道这个社会不欢迎一个不想内卷的人 这个社会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从空心人走向实心人 因为没办法去学校后 妈妈为我找了个新的心理咨询师 她陪我制定了三个目标 找到内驱力 消除内疚与自责 掌握边界感 临走的时候 她对我说 其实心理咨询就像两个人开车 你握着方向盘 决定我们要去呢 而我不过坐在副驾 指出一些你看不到的风景 后来 我以每周两次的频率坐地铁道 浦东咨询 我们做的正事已经记不太清 反而是闲聊的时间占了大半 也正是这种闲聊 让我感受到了一段久违的良好关系 没有居高临下的评判与命令 只有平等的倾听与交互 在这里 我无需任何附加的价值 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一天晚上 我受咨询师的介绍 看了《死亡师舍》这部电影 我感觉荧幕里的是 另一群我 高压的环境 缺乏热情与目标 他们却遇见了一个 怀揣着热忱的老师 通过各种方式 把他们心中的热情点燃 当老师在各种保守观念的压迫下 只能离开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个学生 站到了书桌之上 朗诵着老师 最初教给他们的诗歌 我感觉到眼眶逐渐湿润 真正的教育 是能拯救一个灵魂的 我当时还未曾听过 创新教育这个词 但是心中想必从那时起 有了理想教育的雏形 后来妈妈多方打听 包括也找到了古语星球 搜集了各种信息 我休学半年之际 给我找了一所创新学校上学 说这里有很多 像我这样的孩子 也就是我现在在读的学校 这里确实跟我待过的所有环境都不一样 我开始迈出步子 做了新的尝试 去找寻激发自己内趋利的环境 去新学校之前的暑假 我去了一趟日本 七天里 我每天都在走 从京都 到明古屋 到东京 我去一个个喜欢动漫的取景地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自己去找到新知所向 连笔带话的交着朋友 我终于开始与身上修学的失败者标签和解 开始找到了自己内在的力量 最后 如果作为过来人 要给同龄人一个建议 我觉得养这个过程很重要 除了单一的成绩外 画画 打篮球 聊天 走出去旅行 都在一点点填充我们的内心 就像三毛在空心人中所写的 所有人 起初都只是空心人 所谓自我 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全靠书籍 绘画 音乐 电影里他人的生命体验 换出方向 并用自己的精力去填充 渐渐成为实心人 而在这个有假即真的过程里 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是时间 电影里的影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